我進一步請教非常嚴肅的問題 有關於燕堅拿來被濫用的事情 之前調查局查出來以後 是有一個叫彩虹藥局的 這個藥局偽造變造資料 跟我們的健保署騙錢 這當然是犯罪行為 也會要求我們的地檢署 用最嚴厲的態度去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但是我今天要討論的是行政責任的部分 來 部長看一下 彩虹藥局2017年申報的時候 你看他4月開始做 4月一開始7萬 5月22萬 6月52萬 到7月的時候突然變成115萬 到8月的時候212萬 到9月的時候445萬 等於是什麼 每個月都加倍啊 除非這個藥局在電視上面做廣告 那要不然業務會好成這個樣子啊 所以一開始什麼 健保局就先發現了嘛 健保署發現有數字有異常啊 他就通報什麼 他就通報國健署啊 結果呢 結果健保署通報你們國健署 說欸這家藥局有問題喔 錢扣下來先不要給他 來看一下 我們國健署的回覆 因本署契約書並未對這部分有明確規定 所以暫不辦理 暫不辦理是什麼 錢不扣繼續發啊 請問國健署在幹什麼 被人家騙了 健保署也提醒你了 還發行告訴你們 結果呢 本署契約書並未對這部分有特別明確規定 所以暫不辦理 錢繼續發 委員你這個email是12月8號 12月7號有回健保署 我們早上啟動調查 對阿 來看一下齁 12月15號 來剛剛你講的嘛齁 12月15號 健保署寫一個內部公文啊 他要讓責任明確啊 所以這部分我已經通知國健署了 國健署說錢不用扣所以我錢照發 實際上當天通知我們的時候 我們馬上來調查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絕對沒有說要耽誤 等一下你馬上來調 那我就問你吧 對 那你12月8號 你為什麼發email通知說錢不用扣 錢繼續發 因為根據這個法律來講 健保法它可以說馬上扣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沒辦法用這個 我們已經請教我們的一個法制單位 能不能馬上可以扣 把它扣壓 來我再問你一次齁 國健署一個最嚴肅的問題 第一次知道這個藥局有異常 是什麼時候 是12月7號嗎 12月7號 是誰告訴你是12月7號的 講這個話要負責任喔 誰告訴你12月7號第一次知道的 我們是那個時候是介到健保署 這個資料的時候馬上 我直接跟你講啦 今天治療管理中心的人 事實上就已經跟你們講過了啦 12月7號是健保署直接發意沒有跟你們講 因為情況已經太嚴重了 結果說什麼馬上處理 你馬上處理的方式是 本署契約書沒有對這部分有明確規定 所以佔不辦你錢照發啊 我們還有其他的處理方式 對啊好 實際上有一部分已經追繳了 具體的講啦 到時候 國家虧了多少錢 有多少錢追不回來 這個責任 我一定會慢慢追究 追究到底 你們拖到什麼時候 拖到醫院的時候 才跟戒嚴治療管理中心的人 跑去什麼 跑去做實地訪查 那個中間有好多方式在處理 一個月中間我們去追蹤 請你聽我吃完吧 從秋天就知道 12月前可以拉下來也不拉下來 結果到醫院的時候 才跑去做實地考察 中間讓他多炸領 掉了多少東西 沒有 沒有 那個是他健保署告訴我們 這216萬 是應該付的錢嗎 他們每三個月一次告訴我們 那個時間的一個告示 來 進一部分 請問 我之前專做健恩治療管理中心 拿偽造變造的單據 然後來騙錢這件事情 我開了記者會 結果國劍署的回應是說 沒有聽到相關的回報 等到我開記者會你們才知道 是這樣嗎 委員提出單據 那個時候是9月10月的單據 去年 那個時候是 當然是我們非常感謝 沒有啦 我就再講一個更具體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我開記者會的時候 你們第一次的回應是說 過去有發生這些舞弊 我們國劍署通通都不知道嘛 是嗎 根據當天委員的那個資料 沒有關係嘛 你查到今天 國劍署什麼時候知道的 當天委員提供這樣的檢舉 我們要馬上去處理 所以之前 有用偽造變造的單據 有用人頭 去報仗這件事情 國劍署都不知道 是嗎 這個當當當是他們的一個過程的一個聲報嘛 讓我們實際上是沒有 足相來去去報告 所以國劍署知不知道嘛 你還是沒有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當這件事情是我們不知道 來看一下齁 2018年3月 通知國劍署啦 不正當的資金運用 裡面根本沒這些人 人頭還是照領 這個是國劍署的官員 發出來的email 收到的 上面早就講啦 國劍署的官員早就收到檢舉啦 到今天還說董我開記者會才知道 好 局長 要不要回去側查 回去我一定去查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一個交代 我齁 上次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已經很善意的喔 提醒國劍署 查這個東西 換一組人嘛 換一組人嘛 全部這話呢 已經有政風介入 對嘛 原來那組人全部都介入 然後呢 你們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政風 在我開記者會之前的11月曾經去查過 對沒錯 查出了什麼東西 他查的項目是有關旅約的部分 對嘛 所以呢 所以到今天我問你 說什麼時候知道 你還是說等我開記者會以後才知道 旅約的部分跟委員所提的是不一樣的事情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一樣的事情 看一下 人家跟你們講啊 不正當的資金運用 人們要來上班 做查的 前兆領 內部的內部的內部的性質的部分 這樣子講還不夠清楚喔 規定 所以我們不需要主席 完全不查 還敢繼續區分社會 說等我開記者會的時候才知道 有關 委員對剛剛的Email的部分 我們重新給委員一個報告 我們來看看這個部分 欸 繼續問 你們現在查核完畢沒有 查核完畢沒有 所有的 上次委員結局完以後 我們三天要他所有的那個單區送下來 現在查核完沒有 然後我們請所有的單區 進入我們針鋒 然後轉給檢調單位 所以現在查核完沒有 你們自己內部的行政調查做完沒有 已經在進行當中 進行當中 奇怪了 你們前一陣子不是對社會發新聞稿 說你們內部的行政調查 已經有一個結果 來 看一下 這些發票 都有真正付款嗎 就按照你們目前查核的結果 這個全部都是全國公信力民調中心開出來的 全部都有真的付款嗎 還是這個部分還沒查到 這個是 我們所有的單區送檢調單位 而且最近三年 沒有再跟局長講一次 檢調歸檢調去查 那個是刑事責任的部分 今天在你們國建署的督導下面的健健治療管理中心 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那媒體發新聞稿洗白說謊很會 對 我真的要你們去進行內部的行政調查 我就問你嘛 行政調查做完沒有 做完沒有 有整個做檢討 包括說 對嘛 所以行政調查做完沒有 完成了嗎 做完沒有 奇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嗎 我不曉得委員所謂的完成是什麼樣 整個過程當中 最少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看到內部的一個過程是沒有問題 內部的過程沒有問題 我的老天啊 蛤 內部的過程沒有問題 在旅月的項目的部分 我們實際上按照 來 我再直接問 欸 這個發票真的還假的 你剛剛不是說你內部做過調查做過檢討嗎 我們沒辦法去查這個發票 我們全部送給檢調單位 對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們 國建署做的事情是什麼 人家單據給你們 然後你們就撥款 我已經具體指出這些發票是假的 結果你們責任全部推給檢調 那你們自己內部的行政調查做什麼 那個實際上 這個是一個所謂的委託計畫 所以 所以基本上 過程當中 如果是委託計畫的話 可以拿假發票來報仗嗎 完全不行 這個是覺得 不會嘛 所以我問你行政調查 調查到什麼階段 你說到一個段落 都沒有問題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 我聽不下去啊 所以我跟問修委員剛剛說 是所謂的完整的是怎麼樣 實際上我這過程當中 對嘛 所以我在歸理 我在正中的問你 你們內部的行政調查 請問做完了沒有 有還是沒有 還是認為根本就不用做調查 這個不是有跟沒有的問題 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對嘛 所以你現在做到什麼階段嗎 內部所有有關 我們針鋒已經下來了解說 我們是不是有任何的一個錯誤的部分 同時我們對未來的一個 檢討我們那個 對嘛 所以我再進一步問嘛 裡面是不是有假發票 這跟發票沒有關係 這個是發票 這跟發票沒有關係 發票已經送給檢調單位 來了解 所以真的還是假的 對不起喔 署長 這樣子講我完全推不下去 我再跟你講一次 假發票行事責任的部分歸檢調 你們國建署 自己在做這些計畫的查核 到底是怎麼查核的 結果到現在 你還跟台灣社會講 所以內部過程沒有問題 來請部長 韓文你可不可以掌握一下這邊 可以 我跟文也報告 在我所得到的資料 是我們的鎮峰寺給我的報告 我特別請他們再去查 所以是那幾張發票 確實好像我得到的消息是說 他是沒有買那些東西啊 所以就假發票 你們署長剛剛怎麼還坐在 站在答詢台上說 第二個也有人頭戶的問題 對嘛 隊長 我這樣講齁 你這樣講我聽得下去了 剛剛你們署長那樣子講 你聽得下去喔 因為我們鎮峰都還不好講 然後就是把這些報告的結果 我們比如說移送給檢掉 目前在我所掌握到 再說一次啦 行事責任歸行事責任 該你們要做的行政調查 絕對跑不掉 是 部長你可以同意嗎 所以我們現在查到說 他是人頭 是是人頭 今天 送你們委託的單位 把單據交給國建署 國建署當然要做行政上面的查核 決定要不要付款啊 我有說錯嗎部長 我們現在只查到就是說 沒有買那些東西嗎 對嘛 一個冷氣機地毯還有什麼嗎 對嘛 所以我現在問你嘛 在你們所謂的行政調查 我要檢驗夠不夠徹底 我就問嘛 這一些發票 我那邊記者會沒有秀這些發票啦 上面還有啊 這一些發票 你們查出來沒有 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些沒有查 我剛才講說你剛剛講那兩點 對嘛 好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我回來齁 回到原點跟部長講一件事 我為什麼開記者會的時候 如果不把全部的東西都秀出來 我只先秀一部分 我就是要看你們回去的行政調查 是不是有真的做嘛 這樣叫做什麼行政調查 說這個部分沒有查 出了這麼大的弊案喔 你抓到什麼我承認什麼 部長可不可以承認我 全面徹查 你還需要多久 一個月 一個月 好我等你一個月 好 好謝謝 那 謝謝黃委員 因為時間關係真的 有需要可能 相關的調查 清楚的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好嗎 謝謝 我們接下來是 省智慧 省智慧 省智慧委員不在 接下來是 童慧珍 童慧珍 童慧珍委員不在 接下來是 許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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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玉仁委員不在 接下來是 吳坤毅委員